大家好 这里是原平Masis 我是Gary 今天是给那个车贴一下那个玻璃膜 因为把新买的车呢 它玻璃就是那种纯透明的 所以是网购了这个汽车的那个太阳膜玻璃膜 然后本来想自己贴 因为我看网上的这个教程吧 很简单 机械不复杂 但主要是呢 因为它有一个步骤是需要用那个热风枪或者吹风机去烘烤这个玻璃膜 因为我现在在广东这边没有那种户外电源 所以这个步骤是不太好实现的 所以就还是找了一家店去店里贴一下 这个油箱这块已经有点着急了 显示红色了 就是这个车买完以后就在第一天提车的第一天加满了油 到现在我看这个油箱已经快快完了 而且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感觉这个皮卡油耗还是挺高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因为新车磨合的问题 反正现在我算了一下这个百公里油耗差不多得要 16左右 因为像现在表显的已经开了430多公里 车应该还能开个这个几十公里吧 加一起我觉得满打满算算个500公里 然后500公里的话我记得这个油箱它应该是80升吧 那就是百公里那就是十几个 然后包括车上也有一个那个显示油耗的 现在显示的是16.16.6吧 所以应该就基本上是这个数 这个就是新车开了差不多 有效开车时间我觉得一两周吧 这个是比想象中的要高的 我预期的可能是13个左右吧 134 这是珠海市区 现在到秋天了 也是有一点阴阴的 温度比较凉爽 完全没有那种温热的感觉 这种天气是很舒服的 九二加满 我是高德上看这个导航的加油站还可以优惠 还是便宜了 好谢谢啊 可以可以可以了吧 刚才加完油了 刚才加完油了 加了是68升 然后我现在那个表显里程呢 是445公里 所以这个除一下应该是 应该是16左右 这个就是和车上显示的那个平均油耗 挺像的 反正还是比我预期的是高一点 这个车上显示的也是百公里16.3 一个做汽车音响改装的一家小店 现在就已经开贴了 前面本来还想要黑一点 但是它这个年减要70%透光率 所以还是偏透明的吧 然后运过来是有一些折痕 但现在还是先贴贴看 如果能忍了就要懒得退了 本来这也就是出啥大的东西 要贴估计三个多小时 因为正好赶上午饭的时间了 也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下午去逛逛古镇 这个玻璃膜贴好 然后等干两天就好了 现在这两天就没办法上下 这个车窗没法上下升降